韩国总统文在寅15号表示 若朝鲜不再进行核岛开发 韩方愿意无条件与朝鲜进行对话 而另一方面 韩国情报机构就指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曾经动员情报机构 加紧收集韩美斩首行动的有关情报 估计他非常害怕斩首行动 韩国国家情报院的相关负责人 在15号出席国会 情报委员会会议时表示 金正恩正在动员朝鲜的情报机构 加紧收集韩美斩首行动的有关情报 国情院指出 金正恩参加公开活动 都选择凌晨时段 到地方视察时也不坐专车 都乘坐干部车 韩美举行的关键决断联合军演期间 金正恩对外公开活动仅为两次 去年则多达八次 因此估计他非常害怕斩首行动 国情院还表示 在今年以来 金正恩对外公开活动次数为51次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32% 原因是他已经成功掌握了国家权力 而金正恩在今年的公开活动 一半以上与军事有关 多次导弹发射全部都有参与 坦基朝鲜导弹时 国情院负责人指 朝鲜正在开发中长距离的弹道导弹 目标是洲际弹道导弹 中程导弹KN17射程达5000公里 搭载新型的液体燃料 在经历三次失败之后 于上个月的14号试射成功 飞行了780公里 另外朝鲜的越境无人机 曾经拍摄了551张 新州高尔夫球场和江源道部队的照片 国情院还表示 由于联合国进行制裁 最近朝鲜油价暴涨 从中国进口的原油和精炼油数量大减 要优先供应特殊阶层 因此市场上的供给价格不断走高 韩国总统文在寅15号在首尔出席 韩潮615共同宣言发表17周年纪念活动 他在致辞中提到 若朝鲜不再进行核岛开发 韩方愿意无条件与朝鲜进行对话 文在寅说 双方可全面讨论朝鲜彻底弃核 构建半岛和平体系 恢复朝美关系 他指出朝鲜开发核武与导弹 对国际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严重影响到韩国的国家安全 呼吁朝鲜放弃核武 615共同宣言 是2000年6月 韩国时任总统金大忠访问朝鲜 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举行会谈后 韩潮联合发布的声明 内容包括进一步发展朝韩关系 缓和紧张局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